大家好 我是封信泽 院子平时看着挺干净的 但是早上一来的话 它还是有点脏的 特别是下雨过后 下雨过后这些菜池的边上 就会沾上一些泥 然后地上的话也从菜池的这些 排水孔里面流出来一些水 所以早上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搞卫生 我现在就下来的菜池 看看的菜池 这个菜池的菜池 但现在还是可以拿到三个菜池 里面的菜池 是有点滑点 我们在这个菜池的菜池 里面的菜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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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扫完了 就是你们平日所看到的 干干净净的菜园了 不要以为我的菜园子不会脏 而是我每天都在打扫 我的鱼池 我也是需要经常刷洗的 因为里面 它也经常会有一些鱼粪的沉淀 或者是我给它丢的那些菜叶子 它们没吃完的 坏掉的 还有一些枣类 看我用的一个钢丝刷 隔个几天就要刷一次鱼池 这个鱼池太脏了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我就要刷一次 我一般是刷池底比较多 像这边上的 池壁我就很少刷 偶尔才刷一次 反正我的鱼已经习惯了 我经常来刷 它们也都会特别怕 但是说真的 这样经常搞它的话 确实对鱼也不太好 但是不刷它我就看不下去 这样刷了我就不用管了 反正它们游动的话 就会把那些消浮的渣带到这来 然后就可以冲进过那系统去 第二件事情就是 看看我院子里的这些瓜果菜 有哪些开了雌花的 需要售粉的就要去给它们售一下粉 那边有两朵南瓜的雄花开了 要看看有没有雌花开 这边有两朵丝瓜的雌花开了 再看一看 这里开了一朵南瓜花 这是一个圆南瓜的雄花开了 要去摘一朵雄花 给它售粉 看看我的南瓜 长得是铺天盖地 但是南瓜没借几个 这是红板蜜南瓜 暂时就借了这么两个 前两天摘了一个蜜本南瓜 一个圆南瓜 然后这上面还有一大一小 两个蜜本 今天这朵瓷花长的位置 我搭个凳子都不行 还得要搭个梯子才行 把外面的花盖揪下来 用中间的花柱去给雌花售粉 就拿中间的这个雄花花柱 到雌花的花心中间搅一搅 把花粉给蹭上去就行了 看不看到无所谓 南瓜开的雌花非常少 所以很宝贝 售粉之前看一看天气预报 如果说是有雨的话 最好是拿个叶子 或者是拿一个塑尿袋 把它给套起来 这样套上之后 雨水淋不到它 兽粉成功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不然的话 雨水把那个花粉给冲掉了 它就会化瓜的 丝瓜的也是 去栽点熊花上来 然后就拿这些熊花的花仙 去给雌花兽粉 收粉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摸那个小瓜 摸了的话 它有可能就会化瓜 一朵瓷花可以用两三朵熊花给它收粉 当然如果是室外种植有蜜蜂的话 也可以不用人工收粉 如果有空给它做一下人工收粉的话 做果成功的几率就会大一些 那点花朵根本不够它们吃的 又去捡了一些南瓜叶子 然后来喂它们一些杂鸟 快点来吃饭了 吃饭了 这就是我打理院子的日常 早上来的话就是第一打扫卫生 第二去给各种瓜果菜收粉 第三去喂鱼 第四就是去摘菜 摘完菜早上的工作就完成了 一般浇水施肥的话 我是晚饭过后傍晚来的 这样子一天就过完了 是不是忙碌又充实 好了 这期的分享就这样了 我是封信泽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